曲名 думаю 佐皇 你坐着 来 坐着 妈妈这几天 大家很关心他的事情 妈妈就是觉得说 也不要让我 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十八年 我很爱他 我对他非常的好 我没想到后面这几年他会背叛我 背叛了我没关系 还一直什么事情 他做错事还要都赖我 所以他儿子都不敢跟我讲 结果我儿子跟我讲 他说是因为我两个儿子要财产 要给他不利 其实不是 我这老公那么好的老公怎么会变那么坏 说我儿子是为了财产 才把他的事情报出来 真的你做错事不应该讲 我也不知道我爸我妈妈提起 他也会难过的那个样子 结果儿子都跪下了跟他道歉 连媳妇四个人都跪下跟他道歉 他都还不谅解 都还是一直一直认为说我们两个儿子是为了要财产 其实我们都有跟踪 因为我的车 我有那种跟车跟那个叫什么车 有有有有有太人去去注意 我忍了四年我爱的人会这样背叛我 以前爱我爱的怎么样子 而且是以前多好多好的 他不但是一个好导演好丈夫 也是好可以说 没想到这四年 完全变一个人 骂人 对我家里的人 就是说因为他们跟 帮我跟我查 所以对家人 威胁 怎么会这么好的老公会变这样 都是那个张女教她的 这个姓张的女人 实在对我老公不晓得有什么 我受不了我两个儿子 对我太好 他就说是我两个儿子太坏 甚至威胁要杀他们要怎么样 我要让法律途径去解决今天历史 从来没有说认错 或者跟你们大家 或者跟社会 或者跟我们家人认错 都还是说我家人不好 还是要杀我们家人 他说如果要跟我好 只跟我一个人 我们家人他见面都不见面 他要来一个杀一个 怎么会变这样的一个老公 小子经过台 已经没办法了 又回头 我看都很难 我也希望有个老伴来陪我 不用让我两个儿子 大家都有失业 每天啊要担心我 要找人来陪伴我 我想我还是要再做点事情 我不是 我还要为这个社会 为那个做一点事情 他跟我讲这九个月 我们写完借决诗 两个人 一个跟我拿两百万 一个跟我拿一百八十万 那个女的 不管他是说什么钱啊 他说是服务会怎么会 他给我拿了一百八十万 你拿了钱 你就不应该 他跟我讲说 我拿了你的钱 我根本就不爱他 我拿你的钱以后 我们见面 电话 或者任何的联络方式 他都不会 他说你放心 结果不是 写完借决诗两三天以后 两个又在一起 这不是太欺负人 其实妈妈应该就是说 我们没有人 我跟志全都不希望 妈妈到老了 所以下半时间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们的立场 一直是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总是希望他能够落幕 可是没想到 这九个月来 他的 就是去年的 他没有一个会议之间 两个人写了 签了签结书 没想到还变本加厉 关键其实是在这 然后变本加厉 如果你回家 对妈妈好好的 说实在 换而更换 也可以 真实也可以 可是就是回到家里面 就是 那个态度是我 跟志全没办法介绍 看一看 才有去开 鸡盖子 可是我还没有勇气 你看 我这个鸡盖子 他说 为什么会摔杀 为什么会摔杀 就是为他 他要跟我争 争厕所 我还是让他 我让他 是不是他应该让人 我让他 到时候 他已经看我们恨得要死 就是 我很勇敢 最后我告诉你们 我要做一个很勇敢 又很骄傲 很有自信的 我绝对 不要让他们两个跳不起 我要让他们 看我是不是 一强人就是一强人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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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